很多人只要一提到Angela Baby就会自然想到演技差这个标签 这些年来只要有Baby参与的影视剧都会被网友吐槽 一旦影视剧的收视率不好 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把责任归咎于只会瞪眼的Baby身上 不过前段时间刚播出的作品中 可以看到Baby的演技还是有所提升的 看来只要Baby有新转型的话 它还是有一定潜力的 除了影视作品之外 Baby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综艺节目 作为跑男从第一季常驻到现在的MC Baby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标准的综艺卡 自从邓超、陈鹤、陆寒三人离开之后 跑男的口碑和收视率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在后期的节目中 Baby、李晨、郑凯三位的存在相对来说是有些尴尬的 咱们就拿最新播出的奔跑八皇和篇第二季来说 三位的定位就有些尴尬 你要单纯从这一季的收视率来说 和同类综艺对比 跑男确实是碾压对手的 但话说回来 这样的收视好成绩和三位有很大关系吗 每期节目播出之后 基本上都会上几条热搜 这也是证明嘉宾价值的最好体现 相信大家在热搜上看到最多的名字就是白鹿了吧 就算是不说热搜 直接说观众观看完之后的真实体验 那对三位的印象也是最少的 即便如此 我在评论区经常会看到吐槽baby镜头多的声音 而且有这种思想的网友还不是少数 甚至有人说看到baby就烦 刚才我说了 这一季的收视率是相当不错的 在各大综艺榜单的排名 都是处于榜首 其实不只是这一季 前几季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收视率一直都很好 但是 收视率比对手好就能说明节目够好吗 当然不能 如果要是纵向对比 以邓超 陈赫 陆寒在和不在位界限比较的话 跑南收视率的下滑是肉眼可见的 那么问题来了 邓超 陈赫 陆寒三位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好 他可以专心的吗 对手好 对手好 谢谢大家